L. Jordan 2 Road Off-White White and Vasty Red 開箱影片 哈囉大家好我是Charlie A Peace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一個 很酷的鞋款 是什麼呢 噠噠 噠噠 就是這雙由潮流巨頭 Off-White的主理人 Virgil Abram 以及L. Jordan聯名的鞋款 這雙鞋呢 是Off-White 今年唯一一雙與L. Jordan聯名的球鞋 在話題性以及細節上 可謂誠意十足之作 這雙的創作靈感呢 來自於當年 1986年的 喬當二代 L. Jordan 2 偉大的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呢 他穿著了L. Jordan 2 就是在他的生涯第三個球季 也就是1987年的時候 8687球季 Michael Jordan 除了第一次入選的年度第一隊 然後當年也拿下了1987年的灌籃大賽冠軍 更重要的是 他以單季平均37.1分的可怕的平均分數 拿下了單季的分王 這雙喬當二代 當年呢 可說是少量發起 那原版的喬當二代呢 都是在意大利製作的 也就是生產皮革類的產品 皮鞋啊皮包 等非常知名的 意大利手工所打造的球鞋 因此呢 當年的喬當二代 其實是定位在十分高級奢華一個鞋款的路線 當年的喬當二代 即使放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 一樣也是一時之全 也由於 Air Jordan 2 在整個歷史上的經典地位 讓Off-White的主理人 潮流天才 Virgil Abram 激發出他的創意靈感火花 想要重新改造 設計出一款特別的 Air Jordan 2 來向原版的Air Jordan 2置景 那這雙鞋的設計概念呢 就如同影片一開始所提到的 如果將一雙三十年前的球鞋 放在石框膠囊中 然後呢 經過三十多年後 打開來的話 它會是什麼樣子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打開看看 首先看一下鞋盒 鞋盒做了一個很純樸低調的米白色 然後是Air Jordan經典的翅膀logo 鞋盒底部做了透明的設計 真的有一點像 時光膠囊的感覺 非常的有質感 打開來以後呢 時光膠囊打開以後呢 兩隻腳都用夾鏈帶以及防塵紙 封在裡面 真的做得很像 割了三十幾年拿出來的鞋子一樣 那我們即將來開封它囉 Check it out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雙球鞋的細節 這是我第一次購入Off-White的鞋款 那最重要的原因呢 應該是它的低筒設計 當年的Air Jordan II 據說非常的好穿 畢竟是定位在高級蛇滑的頂級鞋款 那我大概在2006年的時候 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 有買過一雙 Jordan II的低筒款式 也就是跟現在我手上拿的這雙非常類似 那我的印象當中 二代給我的腳感的感覺 非常像初戀的感覺 非常美好 那事隔多年呢 Off-White跟Air Jordan聯名的這個 Jordan II的低筒 讓我彷彿重新回味了當年 把喬丹二代穿在腳上的那種感覺 那這次的鞋型呢 是採用原版的喬丹二代 那再來呢 則是它的鞋舌跟鞋領的地方 是採用泡棉的設計 那這個也是Off-White 它在設計鞋款式常加入的設計 那這樣的設計呢 應該是可以讓穿著時候 包覆腳踝的地方 會覺得更舒適 穿著起來更為方便、輕鬆 二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呢 它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雙使用這個 翅膀LOGO的最後一雙 L9D鞋款 再來呢 就是這一次聯名設計的最大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 形狀像是 氧化碎裂的中底 當初在網路上流傳出這雙聯名鞋款的照片的時候呢 網路出現了非常兩極的聲音 也使得 Vergio April本人呢 也親自在自己的 Twitter上面 回覆了網友的問題 以及呢 它自己提出了這個 設計概念背後的一些 靈感啊 超高啊 然後設計的概念這樣子 它找了原本 真的是 三十幾年前 原版的 喬丹穿過的 喬丹二代 然後把中底 粉化中底 拆下來 用3D列印機 去進行掃描 然後再加以設計 加上了這個 粉化碎裂 的狀態 目的就是為了 要打造出一雙 從時光膠囊 裡面拿出來 鞋子已經氧化 不能穿 經過時光淬裂的 那一種 腹部感 非常的有誠意 再來呢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部分 就是 Michael Jordan本人的 親筆簽名 那這個部分呢 也是Off-White設計師呢 特地參考了 當年Michael Jordan在球場邊 把自己穿過的球鞋 直接簽名 簽在鞋子上面 送給小孩子的 一種感覺 這個簽名的尺寸呢 也是仿照 Michael Jordan 實際親筆簽名的尺寸 然後去做印刷 印刷在鞋子上面 再來呢 則是鞋子內側 Off-White一直以來的 聯名款的特色 就是會有一個 像說明書字樣的字體 然後印在球鞋的內側 還有千萬別忘了 就是Off-White最著名的 塑膠標籤 這個 老梗的那個 應該就不用多說了 千萬不能剪掉 剪掉就沒有價值了 再來呢 Off-White附了 除了原本的黑色鞋帶 已經繫在上面之外 還附了 淺紅色 以及米白色兩種鞋帶 那總共三種顏色的鞋帶 可以替鞋子 進行不同的設計 那鞋帶上面也有 Off-White著名的印刷字樣 Shoe Laces這個印刷字樣 OK 接下來 那我就分享一下 實際上小的心得 以及 推薦的穿搭方式給大家吧 Let's go 首先是第一位出場的model 紳士帽加白襯衫加黑西裝褲 讓穿黑色鞋帶的Air Jordan 成為視覺重點 一種正式卻帶有潮流感的紳士風格 接著請到第二位model Off-White出的系列白T加刷白牛仔褲 讓穿米色鞋帶的Air Jordan自然融入整體穿搭 運動休閒風格中包含潮流元素 紅色單品作為視覺點綴效果 最後歡迎第三位model 相同色系球衣加內裡白T加黑色球褲 讓穿潛紅鞋帶的Air Jordan絕美耀眼 經典不敗的MJ球衣加潮流鞋款 永遠是籃球場上最吸睛的組合 最後分享一下實際上腳的心得 這雙Air Jordan 2肉 雖然中底偏重 但穿上腳後整體十分平衡 腳感出色 由於低筒緣故實戰性能不高 但泡棉包覆設計 讓腳踝周圍相當舒適 經典的白紅配色加潮流聯名 這雙絕對是今年必須要入手的好鞋啊 整體而言 舒適程度4顆星 實戰性能2顆星 潮流設計5顆星 經典複顆5顆星 必須入手指數平均4顆星 必須入手指數平均4顆星 喜歡影片的朋友們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按讚、分享、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